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流的河 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呀 都有一个这个部分组成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说话的说和说话的话 它们也有一个相同的部分 是它们的左半部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描写的描和打架的打 它们也有一个相同的部分 同样也是它们的左半部分 对不对 那这三个部首又分别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呢 它们的写法又有什么样的规范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课堂上来学一学吧 首先我们来看 这是什么 第一组字的相同的部首 这是什么 这叫三点水 那三点水 在写法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们来看 三点水的第一笔的点呢 要稍微的小一些 第二笔的点呢 要稍微的大一些 比第一点要大 第三笔是提 要注意角度和走向 提 那 携带三点水 那三点水作为部首的时候 又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 这是什么字啊 水 喝水的水 对不对 大家看 水 写法是什么 先中间 后两边 那三点水是什么 三点水就是由水演变过来的 偏旁部首 三点水 那他的 三点水作为部首的时候 他的意思呢 就是和什么 和水有关的汉字都用什么 基本上都会用三点水作为部首 大家明白了吗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这样几个例子 江和的江 我们来看三点水 第一个点要小一点 第二个点稍大一点 第三个提 第三笔提 要注意走向 哎 它要提上去 看正对的正好是 江的 江的 江的右半部分 江的这个横 然后一个竖 这个横要稍向 右斜一些 一个长横 写得舒展一些 将整个结构稳定住 那来看 江的写法是什么 左高又低 左边高 右边低 公字呢 要写得怎样啊 扁一点 好 接下来再来看 池字的 池 同样 三点水是第一点 小一点 第二点稍大 提 要注意走向 它 也是正对的 正对着什么 野的 起笔的横折钩 对不对 那野的横折钩 写得要什么 向右斜一点 大家来看 持着写法 同样是 左窄右宽 横折钩 稍向右方倾斜 除了横折钩 要注意的地方 同样 我们的竖弯钩 也要注意 因为它呢 也起到一个稳定结构的作用 要写得怎样 舒展一些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这个篇旁 它叫什么呢 叫 沿字旁 那 沿字旁 书写在 书写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来看 点与横之间 要怎样啊 要有距离 看 这里有一块距离 折画与点要对齐 点和这个折画 它们之间要对齐 横画写得短而斜 短而斜 折画写得什么 直而短 当然它比横要稍微长一点 横画写得直而短 然后这个题同样要注意 角度和指向 那 接着我们来看 沿字旁 它有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个字念什么 沿 语言的沿 对不对 由沿转化过来的不守就是什么 沿字旁 就是沿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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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沿字旁做不守时候所代表的意思就跟沿有关 说话和语言有关系 那来看 沿字旁 栗字的书写 首先我们先来看训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沿字旁 点和横之间要有距离 点和折要对齐 竖要写得直而短 横要写得短而斜 横 折 勾 后呢 要注意角度和指向 接下来 我们来看穿的写法 逊呢 同样是左窄右宽 那逊的右半边穿的第一笔 竖撇 要出风再收笔 看这儿 出风收笔 中竖呢 稍微短一些 为垂路竖 右竖呢 为悬帧竖 越微的长一点 这是逊的书写方式 接着 我们再来看 轻素的素 素同样 沿字旁的注意方法也是 点和横之间有距离 横要写得短而斜 竖要写得直而短 提要注意角度和指向 那接着我们来看 右半边的赤 左窄右宽啊 结构同样是这样的 右边的第一笔 为什么啊 平撇 第二笔为竖撇 写得略微直一些 第三笔呢 横要稍微短一些 第四笔 第四笔 为什么呀 竖 第五笔的点的位置 要恰当 要靠横中线一点 千万不要太靠下 太靠下就不美观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逊和素 接着 我们来看 这是什么旁 这是 提手旁 对 这是提手旁 那 提手旁写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提手旁写什么 长形 横呢 要短 略向上倾斜 竖钩 把短 横分为左右两部分 分为左右两部分 但是呢 左边要较长一些 题画要做到左放 右收 题画要做到左边的 放出来一些 右收 大家看 右边的题很短 题呢 不要超过上面的 横的 收尾的部分 大家明白吗 接着 我们来看 提手旁作为不守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大家都认识是什么啊 手 我们的手 对不对 那由手演变过来的偏旁就是什么啊 提手旁 所以 提手旁作为不守的时候 它的意思就和 什么 和 手有关系 比如说 手里 手的组成部分 对不对 指头的指 是不是 好 那 提手旁的立字的书写 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 拉 拉 拉手的 拉 首先 提手旁要注意的是 横要短 竖钩 要写的什么啊 直一点 提呢 要写的左放右收 提不要超过上面的短横 同样 竖钩要把 短横分为左右两部分 左边的略长 而且呢 这个小横要向右倾斜一些 对不对 这是 提手旁的 注意的极点 那 拉手的拉 要注意的就是什么 左高 右低 大家同样要注意 这个长横要写的怎样 舒展一些 稳定住字的结构 同样这个 撇 小撇 写的 你看 要略微立起来一些 大家看 要立起来一些 撑住上面的短横 大家记住了吗 接着我们来看 开手的拍 也是提手旁 横稍向上斜 竖将横分为两部分 左边略长 竖钩 提 左放右收 注意角度 那 拍呢 首先是一个 竖匹 下边的日 要写的挺阔一些 稳定住整个字的结构 同样也是 左高 右低 左窄 右宽 大家记住 左窄 右宽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 所讲的三个不守 那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 弦弦小伸手吧 来看题 请你描红 那 老师呢 在课上就不带着大家描红了 那大家记得在课下呢 一定要 将这几个字 进行描红 描红 什么意思 就是 笔着它 再重新写一遍 课下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写哦 好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一起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的上课内容吧 今天 我们一共学了 三个偏旁步手 分别是 三点水 盐字旁和 提手旁 我们学了 三点水的写法 三点水旁 三点水作为 不守时候的含义 以及 例字的书写 同样 言字旁和 提手旁 我们也是讲了 偏旁的写法 还有它的含义 还有 例字的书写方式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大家 因为内容有点多呢 大家课下一定要 再次把它 回复一遍 牢牢的记在脑海中 好了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吧